吃的安全有民众就PO出了这么一张照片 虾子爆卵 询问这虾卵可以吃吗 引发热烈讨论 好有两派说法 有人说很好吃可以吃 但是呢有人说吃了会到医院去掉点滴 而养虾业者则认为外露的虾卵不好清洗 可能会有一些细菌一些脏污 最好还是不要吃 不过专家澄清 只要虾新鲜虾卵烹煮过后食用 就没有问题 新鲜活虾下锅加入冬粉拌炒 生鲜海味是不少掏客最爱 不过最近有网友在脸书PO出虾子照片 询问虾脚抱着的部位是什么 煮熟的虾子腹部布满大量橘色颗粒 到底是什么可以吃吗 问题一出引发网友热议 原来是虾卵 但有人说不能吃 也有人提醒没处理过不要碰 还有人说不小心吃到土味超臭 不过也有人说虾卵本身不脏 是容易卡脏东西 通常都叫人家不要吃那个蛋 应该在外面接触水质 如果有一些细菌还怎样 可能也比较不好 虾卵能不能吃养虾业者 看法两极 但其实虾卵是日本料理常见食材 必须洗净烹煮才能吃 而且在虾壳内的卵相对安全 只要外露在腹部就不建议食用 而过敏体质者最好也别吃 吃虾学问大 想要避免吃坏肚子 除了挑选鲜虾最好还是只吃虾肉最安全 记者苏世伟评论莫等